現在的小朋友玩智能電話就已經很滿足 但其實幾十年前 在士多用一個幾毫 就可以買到這些玩很久都不覺得悶的玩具 小時候有看過一套雙聲部戲 許貴文許貫見 點到你不服 就是用這個了 從事創作 60 後的 Rikki 在二十多年前開始操作玩具 尤其鍾情於香港製造的塑膠玩具 最近他就搞了一個小型玩具展 六、七十年代 全球九成的塑膠玩具 都在香港生產燃料外銷 Rikki 手上大部份的玩具 其實都環遊了半個地球才回到老家 很多都還要在外國的拍賣網站才找得回 而當年他就曾經在壽茂萍村清閘前 去到這些舊士多店尋寶 今次 Rikki 展出日三百件的珍藏 模仿舊式士多的玩具牆 牆上面就掛滿當年買得很便宜的小玩具 亦都稱為士多玩具 看到這些公仔紙牌 就明白當年的小朋友 怎樣用錢去抽獎贏玩具 背面的五毫、一元、兩元 更加是代表著獎金 亦是說這些是小朋友的另類賭錢方式 場內還看到1966年電影星空奇雨季的周邊玩具 造工非常精細 而英屬香港的出品 是為了提升大家買這些外銷玩具時候的優越感 當年在高級百貨公司才有得買的 Rikki 就喜歡香港製造玩具的獨有操造效果 連包裝上的醜怪手繪插圖也是當年的特色 所以她盡可能都不插包裝 保留原汁原味 Rikki 都有一直為儲開的玩具拍照留念 希望還有一天可以結集成書 將幾十年的歷史玩具拿上手 才發現這些小玩意都可以玩足半天 上司機閒 和美女網路網路網址 在馬上討論 原汐蔽 要減少許可遇